同学朋友聚在一起去KTV唱唱歌原本是很开心的事 可是您注意到没有 握在手中的话筒 假如话筒的接口露着电线 还有缠着胶布 这个时候你可就要小心了 因为有消息说 广西南宁一名女大学生在KTV唱歌的时候 被话筒给垫死了 看到另外一个唱歌的同学拿着话筒 在放着胸口那里 躺在上头坐在沙发上面 嘴巴眼睛张开就不动 第一次可能是因为垫着了 相方表示 触电的女孩是学校音乐教育专业大二的学生 与另一名同学相约周末到KTV 在唱歌中途同学去洗手间 当她再次回到包房时 就看到触电女孩手拿着话筒 靠在沙发不能动弹 发现可能是触电后 同学急忙找来KTV的工作人员帮忙 当时KTV的工作人员没有立即断电 而是一边请示上级 一边派人用工具把漏电的话筒挑掉 在送往医院后 女孩抢救无效 不幸身亡 记者随后联系了这家KTV 虽然KTV工作人员回答的含糊 但是并没有直接否定 记者了解到 像话筒漏电伤人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有专家表示 KTV有限话筒的电压为220伏 如果发生漏电现象 足以使人致命